今天帶大家走這個高山鎮屋 然後去宮村椒市 來到這個椒市當然要喝飲食 在這裏還有很多士多給你買的 之後再帶大家來到這個飛駝大中央石凍 這裏的雪景都很美的 一開始發現這間髮型屋的招牌是小朋友拿著剪刀的 Hello,大家好,我是Vinus 今天就來到高山第二 現在我們走在宮村椒市 然後去到高山鎮屋 現在的溫度應該有7度 不過我今天穿得很厚 有一些都不冷 現在由酒店走過去 朝日要17分鐘 高山真是一個比較平民式的城市 絕對不是大城市 所以這房子也是很有特色的 走路啊 看了這個牌才發現原來去下午都會開的 宮村椒市其實是一條細小的街 它有食物和手信賣的 我十幾分鐘終於來到我身後的宮村椒市 我們走過見到飛駝牛壽司 好像很棒的就買了來試了 我們走過見到飛駝牛壽司 好像很棒的就買了來試了 好,我們買了一個飛駝牛壽司 好棒的 這是醬油粥的燒牛肉 但是有些肥膏咬下去 都是擠出來的 我也是 在這裡還有當買各式各營的士多給你的 這個3月10日都是200元 你會破產的 你會破產 這間商店的布置也很有特色的 人借柴犬 我們又走過另一間 這間是有燒牛村式的 這個在香港選擇 你們家做的 在HELLO KITTY版的 飛駝 一長袋 2個 2個 中間我不知道什麼 但看起來很好吃 中間是蛋白 中間很大 這裡的套館有個蛋蛋 經常加杯咖啡 冷冰冰下進來暖暖 只是蛋加糖 其他不懂 這是冰 冰 沙冰 好像沙冰 你試一口 不行 會肚子痛 整個手都是 好 現在走完這個朝日 我們現在就去高山鎮屋 看看有什麼走 太陽出來了 好像太陽那麼溫暖 暖了點 好像冒錢 現在去高山鎮屋 來這裡四百買 來到高山鎮屋 一定要脫鞋 進去逛榻榻米 現在 真的是什麼? 很冷 不知道 說一點高山鎮屋背景 高山鎮屋是日本現在僅存的一座江戶時代代官和郡代官府 好 這個廚房 好 這個高山鎮屋 增加進來的 榻榻米很冷 直角 雙腳 但是 是真的看他的房子 好像沒什麼看 但是 當時的影場 這裏就是審訪的地方 這裏就是審訪的地方 就是這樣 被人吊起 那些招到牠 到最後這個原來高山鎮屋 是看歷史走去一圈 但是 哇 冬天來的鞋子很冷 神經病 極速跑出來 哇 不穿鞋子 變成榻榻米 已經是冷到吐電的 好啦 接著我們下一個行程 就是去 中雨棟 好 我們由這個高山 差了半小時 就來到中雨石棟 但是這個停車場後面的環境 已經是超級漂亮 接著後面是有餐廳吃東西的 這個大中雨石棟 食人級隨便是1,100日圓 超級留心 今天洞來的溫度 吐山到 今天洞來的溫度 骨頭 骨頭 哇 真的太宜了 太陽就很高 найд 大根都、四角栗的風似が素晴らしい景観を作っている 外席建築物駅 世界大小銃道は 進來中原石棟 這個中原石棟是沒有人的 包長的 裡面也很漂亮 上面真的滴水 石是極矮 釣一釣 在上面 超矮的 高一點 要蹲下頭 在上面 清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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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仙境 整個仙境 好像我們的高度還沒撞到 要經過這個時光隧道 要上斜 但上面全部都是水 好像去了冒險 又來冒險 前面聽到水聲 第二種 小福寶 不是,我全都有名 大家見不見到石頭? 好像關到皇冠 這裡是要上 好像天內有天 這裡 中雨洞其實是行山 又有斜坡又有樓梯 原來是行上山的 我們去 上去 要爬上去 好漂亮 越知世界的中雨洞 天降石 出口前面就是神死了 走完了 然後我們就去新水高搭纜車 好累 走山地走 原來這裡喜歡石頭 到最後公村 其實是賣手信多 還有有些食物 但我都不推薦高山鎮屋 這個景點 其實是一大間屋 之後沒什麼行走 我們就來到這個飛沢中雨石 我覺得中雨石都挺漂亮的 如果沒看過 也可以來看看 重點是這裡的雪景都很漂亮 如果大家喜歡這短片 就喜歡這短片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之後繼續收看 拜拜